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资深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的到来 华一家军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来观看本期节目内容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是认识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时间了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结婚三年多了 自从有了孩子 他就一直不让我出去工作 我才二十岁头 我才不要天天待在家里了 家里又不指望逃生前 他老老实实在家里想服务不好吗 可以的把孩子丢给我妈带 他太自私了 谁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不想一直待在家里浪费青春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这么早就跟了他结婚生孩子 你给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生活你又不想给 这段婚姻该如何继续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列先生 二十八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罗二十四岁来自湖南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结婚三年对不对 是的 男孩女孩啊 女孩 生完孩子之后工作了吗 目前来说是没有工作 就我觉得结婚前还挺幸福的 不请不吝点赞 打赞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她家里人就急迫地逼着我去升二胎 现在我们都还年轻 没必要 升二胎不现在真是时候吗 是吧 现在政策也开放 而且你这个年龄也适合 升二胎 我没有说不升啊 我是说我们两个可以晚千年啊 而且你妈每次打电话 我都很尊重她的说 只是有一次我加了一次嘴 我就说 我现在不想给你们家生孙子 她妈直接来一句 她说 给我家生孙子的人多了去啊 她并没有这个别的意思 她是吧 她有这个 人到了这个年纪退休在家里面 无非就是想 是吧 在家里面 但这个家更和谐 她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像你 升二胎 这又怎么了 就像我升二胎 我也没有说 一定不升啊 那你妈讲的这句话 就完全就没有 把我当成一个媳妇 再看了 你是反对她出去工作 还是反对她出去做模特工作 我不想她出去工作 就压根不希望她出去工作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结了婚 在家里 况且我们叫的经济条件 够养活的一家的呢 蛮好的 如果你确实是想出去工作的 可以在家里做到这种工作 家里做什么工作 她以前做过 就以前 她让我在家里 就是觉得我想工作嘛 就搞了一个微商 让我做 不是说她不让你工作 是吧 那工作 我就觉得应该以家庭为重 是吧 以小孩为重 那工作也就是她给我安排的 她觉得那个工作好啊 就可以边在家里刷刷朋友圈啊 就做点生意啊 然后又可以召开小孩 又可以不出去啊 就是想我不出去 你怕她跑了是吧 没有啊 她平时也一样的生活啊 各种关节啊 打麻将啊 干什么 我从来不管她 可是我 不想让她出去工作而已 可是我做的事情 你都要限制我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去干嘛 什么时候 出去啊 给你打个招呼 然后你说 比如四点钟啊 你就说 四点钟啊 你应该回来了吧 我才两点出去的 觉得没自由是吧 完全就是被她限制了 什么时候发现 被这个男人限制了 你的自由了 起初还没觉得 因为我本来就结婚得早嘛 二十岁结婚生 再带孩子 那时候要问奶爷 同样就待在家里 觉得无所谓 结果小孩子一岁了 断了来 他还没有让我出去工作 就说缓缓缓缓缓 就有各种理由来参赛我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能够让她尊重我的事业 她有时候 她做的事情太大男子主义了 我出去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做模特吗 我觉得在外面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很好 她把我的衣服啊 鞋子啊 全部都扔掉 我把你扔掉这些东西 是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业 那些这个行业的朋友啊 没有一个知道你是结了婚 没有一个知道你是生了小孩的 我觉得结了婚生了小孩 就应该把家庭和小孩 摆在第一位 不应该给我带来这种威胁 我就受不了这种 在外面隐婚的这种状态 对家庭来讲不是这种威胁吗 隐婚 为什么隐婚 我没有 并没有去刻意去隐婚这个事情 只是我们每天工作啊 我们那群人 基本上都是没结婚的 我也不想跟他们谈及 那些结婚的事情 并没有刻意去隐婚 我把这个事情往前推一步啊 他就坚决不同意你出去工作 你怎么办 我就想出去工作 他就不同意你怎么办 可能我会选择 我觉得过程生活很压抑 是压抑啊 但是人的观念大概就是这样啊 我们改变最难的是 改变一个观念对吧 他就是说 我就不允许你出去 如果你做我夫人的话 你就得做全职 你接受吗 我就觉得我 你接受吗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而且他现在还 就已经把我的所有的 他还做了一些很威胁 我觉得对于来说 也是威胁我家 我觉得威胁家庭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 他把所有的 他把他的钱啊 财产啊 全部转移到公司去了 他就觉得 如果我过不下去了 可以啊 你精神出户啊 你就直接走就可以了 你以前本来就没 你戳过这东西 你戳过这东西 你戳过一封啊 你以前戳过穿 戳过吃戳过用吗 是因为你现在的生活 你已经变质了 是吧 你在家 回到家里面 饭没有饭吃 我现在的衣服都送到干系店 三百块钱一个月 衣服都送到小孩子 帮我妈妈 爸妈让你戴 你觉得真的生活好吗 这已经不像个 正常的家庭的生活了 这些我以前都不会做 你怎么不讲呢 你嫁给他之前 你们俩聊过这些事吗 几乎没聊过 我那时候挺小的 就觉得跟他在一起 很开心 很幸福 觉得他博大嘛 会照顾人 跟他在一起 就很挺好的 好 再问一次啊 是反对他从事的职业 还是反对他出去工作 反对他从事这个职业 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找一份 他自己不那么喜欢 但是他愿意 接触社会的工作 这工作又相对轻松一些 又能让他顾及到家 因为很多职业女性 都是在职场和家庭里面穿梭嘛 这个你反对吗 这个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不会同意 我就觉得不管什么目的 反正你只要把这个家庭 摆在你的第一位就可以了 怎么工作赚钱 这对我来讲 已经是其次了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样重要 怎么办 我就觉得女的 在家里蛮好的 你干嘛 你可以 他现在也有朋友啊 也可以经他们 约他们一起出去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你就是喜欢圈养我 就觉得我只能待在家里 他不愿意过 或者他不愿意要 怎么办 折中吧 这么个折法 小孩又自己带 小孩可以上幼儿园 我既然小孩自己带 我怎么就出去工作 怎么 他小孩早上出去的时候 你早上出去 他早上上幼儿园 是吧 每天有圆车来接他 下午晚上圆车送回来 你在家里就可以了 那我还能安心工作吗 你可以不工作 我并不要求你工作 好 如果他不接受 折中方案的话 你会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两个人得多吗 其实最难办的 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 人和人的那种理解 怎么办呢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位男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幸福的家庭 是一个什么样子 幸福的家庭 就是难得以主力来赚钱 每天回到家里面 有个小孩子 有一双饭吃 衣服有人洗 那这位女士 你觉得幸福的家庭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就是 老公可以支持我的工作 我也可以照料小孩 就是一起去照顾这个小孩 一起出去工作 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 两个人描述幸福 家庭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她的描述 比你更接近 我们常态意识当中 所理解的这种 美满的家庭的一种状况 在您的描述中 是没有这个女性的位置的 家庭的幸福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是要开心 那这位先生我问你 如果你的太太 天天是这样 愁眉苦脸向你抱怨 那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 不幸福 所以其实呢 你所要求的 正是你所让你婚姻产生矛盾的问题 家庭就是女人开心 男人才能开心 就是你让她开心了 很多问题其实都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让她不开心 所有的问题都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感觉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你处处在某些方面去控制她 当你想控制她的时候 控制到她已经产生窒息的感觉 她们她一定要反控制你 什么叫反控制你 我想挣脱这个家庭 但是我不想离婚 我就出去工作 其实如果让她开心的话 她完全可以在家 你天天限制她 她就天天想挣脱 所以我说在一个不开心的 或者一个不对等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上 你说的任何的正确的观点 在她看来都要去抵抗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让她开心起来 你让她开心起来 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孩子是谁的 我们两个的 是的 为什么只能她在做呢 她要当这个全职的妈妈 她要全部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你在外的挣钱 为什么 有没有沟通好 有没有达成一致 孩子是谁的 我们两个的 为什么要推给奶奶 你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因为事实上 一个孩子也在等待你们的关怀 到这会儿还在互相推卸责任呢 你推给他 你推给奶奶 奶奶推给谁 孩子是谁的 家是谁的 达不成一致 幸福从何谈起 放开你的大男子主义 你以为当全职的妈妈 就是这么舒服吗 开心吗 去逛逛街就开心吗 她也有自己的追求 孩子更希望是全面的爱 得到父亲母亲的爱 缺一不可 你不要打着在外面挣钱的这个口号 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们的爱情 为了孩子 是时候让自己 放掉一些自私的想法 多为对方想一想 多为孩子想一想 好吗 有很多家庭是这样 两个年轻人生孩子 不是为了自己生孩子 是为了爷爷奶奶生孩子 两个人结婚 不是为了自己要结婚 而是爷爷奶奶要结婚 这都是结给别人看 生给别人看 其实你现在所谓的 要做自己 要誓言的都是谎言 你只是想要自由 不想过那种繁琐的日子 但是你现在已经为人妻 为人母 你就不可能逃避这种责任 所以不要言不由衷 一个男人 张口闭口 我是为了这个家 但你除了扔了两个钱在家里 你并没有留下什么在家里 那这个家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保姆和孩子 两个主人的心都不在家里 如果家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他一定会问 你们成家是为了什么 一个人人在 心不在 因为想要自由 一个人表面上说心在 其实并没有花多少精神 在这个家里 那成家是为了什么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是为了自己要成家 而才成家 是为了父母 婚姻父母一手操办 孩子父母也可以带 零了了 两人闲得没事干 就开始琢磨那些新鲜事 我不否认你对于家庭里面 所做的功劳 但是其实你也害怕 失去资源 不就是孩子拖累了你们吗 你们推来推去吗 那你们生孩子干什么 生孩子难道就是给保姆带的吗 保姆是来赚钱的 两个人成一个家 心却都不在家里 那歌词怎么唱来着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只有我失去温暖的时候 才想起它 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晚了 家已经成了 孩子也已经生下来了 由不得你们再做出 任何所谓自由的选择 生了你就必须得带 所以我拜托男生 放点心在这个家里 如果你在自己的工作之余 把大部分的心思放在家里 你也换换尿布 你也畏畏难 不遗余力的 去带带孩子 我相信这个女生 也不会有太多的对你的控诉 她其实现在想要出去工作 完完全全是要讨伐你 和厌倦琐碎的生活 因为她觉得一个人承担 我不服 凭什么 你以为她真的想找什么事业 她的那些只是个说辞 向你抱怨 但如果你能够身先士足 做出一点榜样 都花点时间在家里 平复她的心情 让她的心情能够得到平衡的话 我觉得她多多少少 还有点内疚 她可能还会凭近一下心来 两个人一起分担 爱在一切都在 家在也一切都在 如果双方都齐手协力 去带带孩子 威威这个家 那么你们所有的心思 都会放在家和孩子身上 也就没有力气 或者没有所谓的心理的不平衡 去找各自的利益 其实你们都很自私 如果你们的孩子 现在十岁 十几岁 听得懂大人说话的话 他就会觉得 我就是个拖累 如果没有我 你们就不会有一切矛盾 那么你们生我下来干什么 都当爹了 都当妈了 别那么不掌心了 花点时间在家里吧 不要一天到晚 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当了妈怎么样了 那么多拉妈 不照样抱着孩子 参加各种工作吗 挣点钱怎么了 那么多能挣钱的男人 不一样挣完了钱之后 在家里照样拖地 照样换尿布 不要摆出个第二郎当的样子 好像自己赚了很多钱似的 成了家 就好好为这个家负责任 要么就别成家 别生孩子 没谁管你们 就这样 真的三位老师的点评 其实他们讲的这些事情 是我们两个 不敢去触碰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两个 应该都是这种性格 如果他真的能照顾家里 关系下我的感受 我开不开心这一天 我有没有空带我出去玩一下 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不会是事了 所以冷静下来是多好的一件事 人生还是真是需要梳理一下 想清楚 成年人 别着急 好吧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今天来到这里 听了几个老师的一些评价之后 确实实有好多我们不敢去触碰的事情 我也希望这些事情得到我们两个来商量 来意义来解决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对我多些陪伴 多些关心 或许我有一些些做不好 但是我以后 我觉得我做得好 时间都会有的 时间都会有的 天人 回去吧 想清楚啊 来 请关门 先生刚才其实说了 连续说了两遍 这个话意味深长 他说 今天触及到了很多 我们都不敢触及的问题 我不知道 他的妻子是不是明白 他指的是什么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人口口声声说的 不敢触及的问题 其实不就那么几件吗 第一件 怕人家跑了 跑不了 第二件 心思确实不在家里 赶紧把心收回来 面对一下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属于他们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今天来到这里 赶紧好多 以后会 把上班的时间缩短 来陪你们 谢谢 谢谢 哎呀 亮灯吧 要保持一倍 试来吧 好好保养自己吧 好好做妈妈 回吧 还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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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追了他很长时间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 可是他总是和我吵架 上大学我就没想谈恋爱 我家里条件不好 和他不一样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合适 他总是觉得我瞧不起他 很多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能莫名其妙地删到他的自尊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既然如此 分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大学恋人啊 男生要分手 女生却舍不得 掌声请出他们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庞二十三岁 来自江苏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张二十二岁 来自云南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要分手啊 对 我觉得真的 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什么就过不下去 你们不就谈恋爱吗 就过不下去啊 真的 我觉得我们 真的不太合适在一起了 听你小片里面有句话 让我好奇怪啊 上大学没打算谈恋爱 那干嘛谈啊 我们家吧 就是从农村来的 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上大学呢 生活费都是 我平时打工 还有奖学金 赚来的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去谈恋爱 那就别谈呢 你们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吧 说得头头是道 你还谈了一年 他当时是追了我两年 我认为他两年多 当时就特别喜欢他 你知道吗 那就在一起不就得了吗 但是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我不经意的一句话 他总会为此就跟我大吵一架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句话的事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一句话 我觉得他有时候他总是看不起我 你说说吧 我不太能理解和体会这个 就快毕业了嘛 我就攒了一点钱 虽然不多 我就想带他出去旅游三散心 好 就去北京 有一个农家院 哎呀 说起这旅游 我真的好生气啊 人家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 他从来没带我出去旅游过 第一次旅游 又是毕业旅游 好 他人家其他男朋友都多浪漫地 带女朋友去海边玩呀 去度假村玩呀 他可倒好 带我去了一个那样的农家乐 你不觉得我没钱 我生气了 你不觉得我没钱 不能带你去那么好的地方玩是吗 没有 农家院怎么了 我觉得农家挺好的呀 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面长大 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他作为男朋友 应该考虑到我有这个问题 我是考虑到了 我们在去之前 他让我把被子 床单 枕筋 枕头 全入行李箱背着 我们拉了 整整两个大行李箱去 我觉得很正常 人家坐在车上 人家都问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是搬家的吗 我觉得当时就觉得特别尴尬 你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对呀 我觉得很正常 他为这事 他就觉得我矫情 对对对 你不知道 他去了农家乐之后 他又嫌人家饭 不干净 不敢吃 餐具又没消毒 又觉得那床不干净 又觉得那马桶不敢用 到时候闲点闲点 我就看过来 他那娇生惯养的 对 我当时就是 能不上厕所的 尽觉憋着 你应该带马桶一起去呀 没有 我当时他说在网上选的嘛 然后我看他心意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去到那 我真的是 当时一下就哭了 那你怪他了吗 怪了 当时抱怨了几句 他就为此生气 非要跟我闹分手了 后来就 其实我当初选择 带他去农家院 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在一起 那么长时间了 以后假如真的走下去的话 他肯定会去我们家 对不对 去呗 我就想提前让他 感受一下农村的环境 农家院那环境 比我们家真是好太多了 他在那儿都睡不着觉 真的是 你说以后去我们家 拿着背着被子 背着枕头去我们家吗 那我们家没有马桶 让我爸给他造个马桶出来吗 你说 我对这些地方 他们的感情不一样 我觉得忍受力是不一样的呀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吗 小伙子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嘛 我想送给他一点好的礼物 就是我 我就省事捡用 我打工一个多月 攒了点钱 给他买了一个钱包 挺贵的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我送了他钱包的时候 他掏出六百块钱给我 我也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要能损六百块 肯定是平常就吃馒头啊 喝粥啊 这种就损下来了 你说我作为女朋友 看到他省钱 给我买个那么贵的东西 我作为女朋友 肯定不能接受呀 当我买东西给你有乐意啊 我愿意给你买啊 但是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 那你还不如拿你钱 好好的去生活 好好的对自己一下呢 你给我钱 你是在试试我吗 是在怜悯我吗 那你可以送一点便宜的东西啊 你干嘛送那么贵的 我试试我一件便宜的东西啊 但是你用过吗 我以前送过你便宜的包 你用过吗 你不就觉得他们便宜 觉得low 配不上你 让你很丢脸是吗 不是啊 我就不想说 他那品位确实有点低啊 所以我就觉得 那你不就是看不起我吗 不是觉得我品位多吗 我觉得这外贸的东西以后 随着随着在一起嘛 就可以提升起来 没有特别嫌疑 你品位高 你知道他那衣服都是 一般都是洗了好几次 都有些洗白了 还在穿 好看呢 说你这衣服我就更生气 每次他让我去 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 他说七天给我买衣服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什么目的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你是觉得我穿的特别low 让你见你朋友 谁都不想自己男朋友 去见朋友的时候 穿的高高大大帅帅气气的 是是是是 你给我买了衣服 我穿我就不舒服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觉得我贤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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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自己挺大方的呀 所以你就为这些事 你就觉得我不体谅你 你是不是太玻璃心了 现在大几啊 一个23一个22 大四快毕业了 大四我们快毕业了 毕业有什么打算吗 有 我当时他不是签说了考研吗 他想说考研 然后我当时就说 既然他考研 我爸妈虽然想让我工作 但是我还是决定考研了 你考研 对 然后当时我在外面 都做好房子了 结果他说不考就不考了 工作完了以后 在考研是个正路 我倒是反对 读完本科就考研了 然后他就不理解我 他就会 他就说我突然就不考研了 我当时就说 行 如果你是因为家庭的情况 那我借钱给你 不挺好的吗 我也想为他分担 他借钱给我 这什么意思 你说我没钱 他借钱给我 那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难道都要 依靠你是吗 我当时就觉得 他特别玻璃心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 行你既然想工作 那我陪你工作吧 工作 然后我跟我父母说 我决定工作了 我父母还退一时一过来 说看看我的男朋友 他见到我妈妈以后 就特别生气 又跟我大吵了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妈那什么意思 他妈说 我妈能有什么意思 等到我毕业以后 去他们家 跟他一起生活 工作给我安排好了 房子给我买好了 让我上门给他 当上门女去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这自尊性 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 不是你爱他吗 还行吧 我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我虽然穷 我穷有骨气 我穷穷的耿直 我真的我不想 贪图你一分钱 我父母当时可能就觉得 年轻人少奋斗一点 挺好的 你妈就觉得我家里穷 你觉得我家里穷 没有关系 没有人脉 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以后照顾不好你 照顾不好你是吗 没有 他永远都是在 裁斥我的所有东西 他朋友就是说 第一次正式的见我 让我请客 我说我觉得也可以 然后他当时来了一句 他平时打工 哪有几个钱 还是他付吧 多听他 我当时我听这话 我听这自尊性 特别尴尬 这有什么尴尬的 你说他在他朋友面前 说我没钱 说我买不起单 你是不是没钱 我是没钱 你买得起单吗 买得起当时 买得起吗 买得起 还撑面子 买完蛋以后 后面吃什么呀 那我就省事 钱又一点吧 买不起就买不起嘛 我觉得当时 读书期间 一个穷学生 有什么呀 对啊 所以我当时就说我买 然后我就把钱包给他了 他说我是丢给他的 我嫌弃他了 当时就把钱包丢给我 让我去买单 真的我在他 我觉得他在他朋友面前 就是这么说 不尊重你 对 我觉得我真的是 自尊心特别受伤 分手 我支持 我觉得这不是分手的事 他调整一下心态 我们俩都大气一点 都退一半 你俩都咋调 挺好的嘛 咋好呢 我觉得他就 调整一下心态 就没什么的嘛 我觉得根本不是 我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 给不了你想要的 那么优越的生活 我现在也没有自责 没有条件去享受 你就是小气 就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就是小气 所以啊 就是不喜欢我的 是不是不喜欢了 也不喜欢 还行吧 哎呀 那么伤害你 你还行啊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还无理取闹一点嘛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谁无理取闹了 他有时候也 谁无理取闹了 我女朋友嘛 你体调体调我 不就好了吗 我也不是那 我觉得他有时候 这说话特别像我自尊 你知道吗 就是没听他说了什么话吧 对啊 你放心下心态 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我作为我 自尊心真的受不了 行 我穷得有骨气 我穷得耿直 我真的不想 依靠他一分 真的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去依靠 一个女人呢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那我在旁边 不能替你分担 你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排斥我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 那我还能做什么 我作为一个女朋友 我什么意义都没有 你还没听明白啊 他不需要你 快走吧 不是 他还是挺喜欢我的 不是这意思 他还是挺喜欢我的 所以那你就正面回答 他那个问题 你需要他干嘛 我需要一个女朋友 能够跟我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一起同甘功苦 而不是 奋斗 努力 同甘功苦 一起有我们的目标 你说的同甘功苦就是 他能平常都是我们出去 能坐公交车的 他坚决走路 能打车的 他坚决坐公交车 这样就是你的同甘功苦 真的不太好 我不想找你一起 整天拉我去玩 又去这玩 去那玩 要整天吃这个吃那个 我现在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去做这种 去享受 我觉得年轻人嘛 都应该多体验体验生活嘛 不然老了你说 哪还吃得多 你再说一遍你话 年轻人 大声说 年轻人应该多体验体验 各种生活 各种生活 不各种 那咋农家乐就住不了呢 也不是他那个条件 所以你们俩的问题是一样的 谈不谈啊 谈 好 从今天开始 跟人住农家院去 先住一个月 不许带肥肉去 听见没有 行还是不行 行还是不行 行 你看看 行啊嘛 问你 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 我还是 不接受他父母安排的工作 咱自己找啊 这只有一点不好吧 你跟不跟人家 跟 跟就行 我现在心里也好矛盾 矛盾啥呀 我觉得我们俩家庭条件 全数真的特别大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 没事 这事好办 他平时花钱 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我特别借钱 那个回家跟你爸妈说 把所有的存款 全部都捐掉 这行了吧兄弟 他要真的能够 为我做那么多 那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是吧 就把他们家家产全捐了是吧 也不是说全捐了 我觉得 条件真的 他平时花钱大小大脚的 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 应该朴素一点吧 你咋不挑个朴素的女朋友 非要跟他呢 就是当时他追我两年 时间挺多的 你们大概就他一个人追你吧 还有其他女生追你吗 其他的 有那么几个 是吗 没有啦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我虽然 我这个人吧 就是比较积极上进 没看出来 说句实话 就您这没法积极上进 我看出来了 真分假分 真分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俩 分手的原因是 他们家条件好 你们家条件不好 也不是 就是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他也不是 特别理解我 然后 有时候我觉得 自闻心特别受伤 我觉得 不能够再忍下去了 听懂没 不 我觉得他还是应该 调整调整心态 对我大气一点 行吧 不要跟他拼心气讲 这个把心胸调大的事 交给你们仨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圈 有的男人是被自大冲昏了头脑 你是被自卑心摧毁了头脑 你在嘴上说 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要不断贬低 给你女朋友的家庭 让他不断的家庭下坠 才能吻合你的这种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 平和这个女孩 马上给你六百块钱 你会想 这姑娘真体贴我 她为什么给我六百块钱 因为她知道我生活困难 她能体会到我攒钱的不容易 而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感谢她 能找到这样一个姑娘不容易 你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变得如何强大 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一个别人 跟你站在一个甚至比你低的水平上 来个满足你那种比较卑微的男人那种心态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展现给大家的吗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想提醒你 造成你今天很多一些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来自于你深深的自卑 但是克服和化解你这个自卑 你不能用 让别人比你姿态更低 条件更不如你来化解 先说你 难道恋人之间表达爱意 表达感情的方式 仅仅只有钱吗 我觉得不是啊 你明知道她很介意 为什么每一次 你表达你的心意的时候 都要用钱来刺痛她 也不是钱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想体谅体谅她 你觉得是她的心态的问题 对 我觉得其实她应该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情侣之间挺正常 而且我作为女朋友 一直想替她分担些什么 如果她是一个心胸很宽 我觉得她的心胸很伤心 是有一个心胸刚才 让她开始 自協会 才能脱出 也维修 因为你能吃 让我自己吃 让我吃 不如你肯定 但我去天然 要快点 地 咱们 没那么便宜 我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说一个人不要有尊严 但尊严不能建立在敏感的自卑之上 一个内心自卑的人 你给他一千万 他也不能挺着胸膛走路 但一个自强的人 即使身无分文 他也可以抬得起他的头 所以说跟钱没什么关系 而在于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很担心像你这样的人 如果找了一个条件好的女生家庭 你内心会越来越苦恼 因为当别人给你一些帮助的时候 你内心没有感恩 你更多的感觉到的是寄人篱下 所以你也不会报恩 因为你内心极度的不平衡 即便是一个爱你的女生 你的心理不平衡 也会体现在凭什么 我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她却可以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 这样的一种心理不平衡 一旦带入到爱情 或者将来到结婚的婚姻过程当中的话 你对你的岳父岳母 对你的女朋友 不会有感恩的想法 你只感受得到失舍 你知道慷慨和挥霍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 不知道 慷慨是把自己觉得很珍惜的东西 比如说自己挣来的钱 小心翼翼在不伤害对方自尊的情况下 和对方一起分享 挥霍就不一样 挥霍是把自己认为不重要 或者是不是由自己挣来的 是不劳而获挣来的东西 在别人面前施舍 而你显然是一种挥霍 但凡是你们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 比如说 如果他不是自卑 他是自强 你们都可以在一起 又或者你 不是挥霍 你是慷慨 你们也可以在一起 但问题是 你们两个人都不是 一个敏感 自卑 一个挥霍 大条 催你们两人是万万不可以在一起的 如果你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生 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生 倒可以帮助她克服内心的自卑 但你不是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强 而不是自卑的男人 倒可以帮助这个傻乎乎的女生 开始学习 珍惜钱财 简朴的生活 但你们两个都不是 所以你们一定不可以在一起 就这样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 我们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没有人可以选择 自己有信心去努力改变吗 这不就够了吗 恋爱有的时候 特别容易 真往前走的时候 特别难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像刚刚老师他们说的 我很多地方 我觉得 我在父母这些钱的方面 我确实做得特别够好 我觉得 如果我们俩继续走下去以后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打工 一起去改变 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多读书 我也希望你也能改变一下 多体谅体谅我 现在我内心也很矛盾 真的我也挺难过的 让我考虑考虑吧 我其实觉得 我们俩都需要去成长 我一直以为 我给你的是最好的 后来发现 现在发现 真的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都需要 一起去成长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年轻人 在大学校园里面 他们相爱了 但是在这个爱的背后 好像两个家庭的 家庭背景 却让他们陷入到了一个 想爱又不敢爱 爱了又不知道 怎么去爱的一个 特别胶着的一种 精神状态 或者叫心理状态里 看看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 请开门 来吧 姑娘 跟男生说再见 希望你以后会更好 人家挺好的呀 希望你自己呢 希望我也能快点长大 哦 赶紧长大吧 回去吧 姑娘 我也意识到自己 存在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我们 真的不合适 已经毕业了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彼此身上 希望以后 都能有各自更好的发展 接下来的时间 到了节目的最后了 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陀老师 爱宝官微的用户问您 说我跟女朋友在一起五年了 感情挺好的 我们都二十八了 现在我想结婚了 但她却说 有好多梦想没有完成 她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她想一直谈恋爱 不结婚 请问我该怎么办 人谈了五年 还不结婚 多半是没玩够 女人谈了五年 还不想结婚 多半是觉得婚姻 还没有达到现实的状态 如果你们之间是后者 应该好好在一起谈一谈 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理先品牌 一辈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辈诗 一辈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辈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途牛 途牛旅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勒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